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赀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ala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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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这边吹过来 Edinburgh 那边吹过来 都受到Galasco Galasco 都很大范围 The Met Office has issued a yellow weather warning for snow across the Lovians that is currently set to remain in place until Wednesday February 10 at 11.59pm 一分钟前 那你是否还有什么要给大家看 是 我最近做了这个 是可以真的效果的 就是这样 这个 监製正在展示一个攻击性武器 就是这个 雷射筆 他就收了在那个 LEGO 不能向着观众 这个是 是 射到他的眼睛 真的可以这样 是啊 有些人被警方告 说他射到他的眼睛 会导致什么 永恒伤残 还是什么 就是他当然是夸张了 不是真实那么夸张的 长时间吃豆腐吃死你了 你长时间喝水都喝到 是啊 是啊 还有这里 他说 他距离 爱丁堡市中心 开车 开车 大约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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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去到这个叫Tranin 的地方 等一下途经 都会 制片的镜头 会射一射在海边 有一个 就叫做Person Pen 的地方 这两个地方 都是一些 爱丁堡市郊 可以说 一些阵 今天 跟大家讲 Tranin 的地方 你会见到 一路走 由鎮与鎮之间 当中 当然是有少少万里亡 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会 你会看到 其实英国的地方 说小不小 说大也不大 但是 都不小 大把地方发展 所以你说 买新楼 这样计 其实真是 好老实说 我觉得 不是那么值 如果你说去到 现在看到 镜头 看到海边的地方 就是Person Pen 不知道有没有读错 应该上音 在海边的 望海的一个阵 这样 那其实是一大片的 一大片 很多群在 今天去那里也是 如果 其实 本地人 他们是喜欢 他们不一定 是住在市中心的 通常 他们反而是 驾车半个小时 现在 这个 今天去看 Tranin 就是由市中心 驾车 三十多公里 就是那个速度 都是半个小时 就是半个小时 游车程 就到了 那是他们 本地人可以接受的距离 那 突然间 会经过一些油站 那 可能会有些 駕车友 有时会问 究竟这里的油价 多少钱 你会看得到的 我发觉 每间油站 同一个牌子 例如 例如 Sainsbury 不同地方的油 油站 的价钱 都不同 我现在慢慢知道 爱丁堡市中心 有一间 是偏少少的 它是比较便宜的 便宜 比其他Sainsbury 其实我都没计过 效益 还有 究竟 为什么这么多人做 我也要研究一下 究竟 有没有速度 因为夏天 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 夏天 你们都知道 由早上 差不多6点就天亮 晒到晚上 晚上差不多10点 11点 还有光 不是很光 是开始暗 10点 10点 开始天亮 你想想 很多人都会弄太阳能 我有空 我都要搜索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些屋群 有些是 flat 有些 你现在看到的 那些 就多些户数 那些 都是flat 再前行 有些detached semi-detached 都有巴士线 这辆巴士 是26号 26号 是由市中心开到 进来这里 这些车都挺密的 它这一条巴士线 去的 距离都挺远 我觉得 当然 我们开车就是半个小时 如果坐巴士 又停站 我想进来都整个小时 现在继续去看 我觉得 这一次 是我第二次 进来Chanan 以前再进去 再会过去东面 再进一些 去某些地方 有个目标 去经过 但是真的到 第二次 我觉得都挺好的 这些屋都挺好的 左右两边都有很多 有些房子 有些是 semi-detached 这里 全部都是新发展区 因为你一看 那些屋都已经知道 爱丁堡 就算是小镇 震中心 你都会见到一些石屋 即是很欧洲式的 一块块石 在表面 看到那些 但是你这里 看到的全部不是 这是新式的建筑 但是 当然 可能它都有十几年 十几年 这样的 可能十几年 都有 转了 又去到另一 另一堆屋 又看到另一堆屋群 所以有时候 我们跟网友说 看那些屋 就会知道 大概是什么年期 就是这样的 这种屋 这些屋 可能就是 四三年楼 这样的 有一些 譬如你面前 看到一些 红砖 有些红砖 其实当然 不是真的红砖屋 它是中间很多革层 总之是新式的建筑 那些 那些 大概是二十年楼 十几二十年 现在继续过去 继续过去 继续过去 就会去到镇中心 我现在一路走过去 给大家看 现在开始 会看到一些 砖石头屋 那些石头屋 开始就是 数上 不知多少十年 这样的 就是比较古老 这样 有些不过不过 可能百多年楼 那你会发觉 这个镇 是不是很多 很多住 很少商业 我都发觉是很少商业 除了回到鎮中心 开始有一些 现在 开始进去鎮中心 开始有一些 的铺头之外 通常 这些鎮 就是 它的铺头 都聚在鎮中心 那些 住宅区 就是 屋群 通常都只住 这样 现在 在这个鎮中心 你会开始 看到很多 石头屋 石头屋 我们经过油站 经过油站 大家留意一下 初初有些香港人过来 就说 多大 当然是买架柴油车 柴油车便宜 但是 其实这里的 柴油车 比油 更贵 都有两间大超市 这里有一间大超市 这里有 他们那些超市 就 买的东西都是差不多 这里的石头屋 真的都一百几十年了 如果好像Chanel 这些 里面的屋群 刚才 就说一下 价钱 就大概 其实是 200万左右 200万左右 你可以买到 两房 三房 有时候可以买到 三房 前后花圆 当然 那些新的屋群 和南部那边都相似 他们通常 那些新的 前后花圆 都不是那么大 对 我们又转回 走 走 今天就到此一游 今天 为什么会进来 就是 和朋友 看一看他们的 装修 就是他新的 就是收楼 今天都挺好天 是晚上 就是叫做 有些风雪 又不是大风雪 这些阵 一般 有齐了 你生活配套 银行 各样东西 不过 问题就是 如果你有小朋友 要 要选择校网 的话 就 自己要衡量 但是这些阵 的校网 他就不会一定 说很差的 我们有网友之前 他们都是 来了这个阵 他们都觉得 他不需要 一定要选 Top 1 什么 总之 不是那么 企企理理 因为 你可以说 小阵的学校 其实 民风有些时候 都是纯朴的 最重要 大家如果 要求 左右两边 你会看到很多小店 有很多店 所以你一般的生活 你很少会出市中心 真的 你所有的配套 所有的生活 都需要的东西 都在这里 找到 如果 你说退休 更加适合 这些小阵 这些小阵 就更好 市中心 因为市中心 始终人流 是比较复杂的 来得这些阵 住的 通常都是本地人 那这里 沿途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天气都很好 我们的香港城 香港城 我通常都要说 如果有网友 快到处 或者说 想找人帮手的话 你上去香港城 那里 不是去到科林那里 去跟别人说 找帮手 要去到那些 你会看见很多人登帖 你比如找人接送 看楼服务 或者之如此 或者你已经到步 你有车的 你又想提供服务 你可以在上面登 登的时候 当然是图文并茂 有图 如果有车 影车 有产品 或者什么 那类的服务 你影响那类的相片 会比较吸引人 看多些 现在沿途出去 你会发觉 有时候 这里会不会见到 有时候会有些大屋 所以就算你说 退休想住大些 其实都是可以选择 这些地方 有些都可以大到 2千多尺 那好吧 我们今天 就是出去 走街街地 看到这里为止 我们又出回市中心 下一条片见 拜拜